歡迎光臨快樂大家 我是雲婷 過去我們在買車常會討論到幾個版圖 你到底是要買 手排車還是自排車 你要買房車還是跑車 休旅車還是旅行車 但這一兩年有沒有發現 大家在問的是 你買的車是要吃電還是吃油的 沒錯 今天我們針對電動車好好來聊一聊 如果2021年算是電動車大爆發的起始年的話 那麼2022年只能說銷售量 還有各家的產品也是大噴發的元年 今天來到現場這台車到了 它是Toyota第一次推出在市場上的 全球戰略休旅電動車 BZ4X 因為是電動車也是第一台電動車 所以銷售方式跟以前不一樣 駕載一個APP 沒想到短短一個小時接單1100張 你要買 看得到買不到了 因為全台灣配額只有300台 今天我們來聊聊看BZ4X 有什麼厲害之處 這個時間點如果你要買休旅車的話 或者是如果你要買電動車的話 市場上還有哪些選項呢 歡迎今天加入我們的達人好朋友們 首先有請黃金右甲葉明德 還有汽車網站總編輯 歡迎歡迎大家今天加入我們 等一下統哥也會加入我們 看他有沒有辦法把BZ4X開到咫咫叫喔 我要先講Toyota在推電動車 其實第一時間過去幾年 我根本是想都不會去聯想到 但是記不記得之前 豐田張藍先生出來 後面一拖拉股的16台電動車 你真的嚇到 這沒有好好計畫個好幾年 根本沒辦法做到的 第一時間看到是有一種 雞皮疙瘩人感動的感覺 應該這樣講 其實COP26的時候 他已經全世界已經有一個公約 他就是在2040年法國呢 就是最晚 整個歐盟最晚 歐盟本來是2035年要禁售燃油車 法國最晚是2040年 然後35年呢 日本全境也要禁售燃油車 在當時呢 豐田張藍社長就跳出來說 如果燃油車那時候就不能賣 整個汽車產業有大概600萬人 會受到影響 因為在豐田的政策裡面呢 他不覺得電動車是唯一的選項 因為他們其實發展算是多元化 他除了有氫燃料電池車 然後電動車以外 當然目前過渡時期的主力是Hybrid 2030年 豐田集團將投入700億美金 開發30款電動車 所以你會覺得 這個世代真的在翻轉 應該說 我們知道豐田其實他的策略 跟一般的 歐式的電動品牌 要做電動車不一樣 他有概念叫做 因地制宜 以他發展這麼多年的 油電混合 不管是基本的油電板 或者是插電式油電板 他都有很成熟的技術 所以他覺得這個才是 基本上目前的一些核心 他用這個技術去發展 比如說 他在這個 我們講這個後援系統 就是充電裝容易設置的國家 他可以推電動車 他在這個所謂的東南亞 假設這個基礎建設不好 比如印尼 印度 基礎建設不好的地方 他可以賣油電板 或插電式油電板 甚至我們的輕燃料動力 都是一個可替代的選項 因為不像歐洲世界或歐盟 應該說他們已經是已開發國家 在基礎建設方面 比較容易達成目標 所以 Toyota 看的這個市場的角度不一樣 他希望不同的市場 不同的規劃 但是他也準備好了 所謂電動車 來進入所謂的成熟市場 所以這個 因地制宜的概念 其實蠻符合全球型戰略的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他16台 看開來從小型車 中型車 大型車 還有箱型車 還有跑車 全部都有 也就代表什麼呢 其實電動車的模組化 並不是 對Toyota來說 並不是一個陌生的領域 其實他已經準備好 但是因為模組化之後 消費者可以選擇的東西 會更多 而且推出的時程會更快 所以當他擺出16台的時候 大家不要以為 他只是一個宣誓而已 他是告訴你 其實我要做 我是隨時可以做得到 但是我還是要堅持 不管以後混動 還是固態電池 還是氫燃料電池 還是燃油車 其實它應該都是很均衡的發展 我相信Toyota這次推出來 不能讓人家小觸的是 其他的車場 應該要感覺到什麼 壓力在哪裡 是因為 他在還沒有任何表現的時候 要推 就一次16台 但是因為這16台 我們也要來檢視一下 因為進到市場的第一台 就在我們眼前 BZ4S 第一眼印象 其實我跟你講 我第一眼看到他是嚇一跳 因為他真的長得很不Toyota 你對他第一眼印象好嗎 第一眼印象就是 在這些普遍流行的休旅子當中 他做得比較更運動化 應該說更越野風一點 一般我看到的車型大部分 都做得比較都會SUV 其實平台中 因為大家畢竟是都會使用 充電窗大概也在都會內 但他做的這個 真的是偏向運動休閒風 我覺得在外觀的視覺上 有一點更加感 坦白講 我把它Logo遮住 你去問10個路人 他不會覺得那是Toyota 坦白講 我那時候就是看到他的第一眼 我會覺得 那是Toyota 這跑旅 然後你開過以後 你會發現 它真的是Toyota所有休旅車裡面 運動性最好的 就是我在跑山路的時候 就是那個電門一敗 Handoru慶菜那個瞬間 我會覺得 天啊 那ETNGA的底盤 它營造的操控性也太好了吧 像現在這種天氣 時晴時音的時候 你在跑山路你就整路關了 因為它扭力太大 你出彎一補油 咕咕咕咕 然後你過彎 咕咕咕咕咕 你就覺得那扭力真的很棒 很豐沛 那我們就來看看 現在市場上可以買到的電動車 我覺得拿銷售數字 來做一個判斷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近期的銷售數字 我要先講 我們錄影時間是五月底 然後我們播出是六月 所以我只能看到 四月電動車銷售排行榜 第一名 近年是 BMW IS 賣了五十七輛 然後在Ioniq 5 Ioniq 5賣得很好 因為這台車其實評價非常高 三十九輛 Taycon三十一輛 我想應該也跟車子不夠 沒辦法敲車有關係 XC40 Recharge 其實也賣了三十輛 E-Tron Sportback 15輛 E-Tron GT 9輛 加起來也破了二十 然後Kona UX三百億也賣了十台 這個市場來看的話 Edic 現在好像有車就贏 目前交測是這樣 我們到去年整體電動車的總量 大概快七千台 預估今年應該會破萬台 但是關鍵還是在於電動車的 這個到港的數量 對 我們都知道之前有晶片 但是根據我最近的消息 這個晶片荒大概會在今年的第三季 開始逐漸解除 所以各項的配備都會逐漸上來 到時候這個電動車的製造 我覺得也不太會是問題 所以將來就是誰到的車多 誰就是榜上的長勝均 iX他現在你知道 iX現在就是BMW整個新世代的i部門 iX缺車四千多台 加iPhone總共加起來六千多 天啊 其實你現在看到只是鳳毛菱角 因為這是全世界缺車 它沒辦法滿足消費者 如果它一次都滿足 我跟你講 後面會讓你覺得更厲害 但是我們就目前的 電動車的版圖之外 我們要來看看現階段 可以買到的一些電動車款 我們如果現在要看電動車的話 iX有 就最近出來 接下來大家會很期待 因為人家講雙B EQS會出現 之前我們已經有看過實測 Taycon就是點點吃沙拉公 因為已經買得非常非常好 它又有Cross Turismo 然後eTron GT 還有包括eTron 還有Model 3 還有XC40 Recharge 跟UX310 Model 3去哪裡 好像暫時看不到它了 因為現在就是缺車 然後缺料 然後再加上工廠停工 但是 但是我說真的 就是對我來講 我覺得Tesla這個品牌 在電動車它算是破局 為什麼說破局呢 其實相較於2020 它光是2021年 它自己的成長比例已經九成多 就是已經快要百分之百成長 這是很驚人 那今年主要當然受到戰爭的衝擊 林沛健的供應鏈斷裂 然後還有工廠停工 所以它目前是大幅下滑 可是我覺得 就是以新創品牌來講 它的確很成功 而且主要是它 深深地打動年輕市場的心 但是如果用市場 200萬內的車子可以選項呢 其實之前討論熱度很高的 還包括了在Ioniq 5 還有包括EV6 其實這兩台討論度非常非常高 Model 3暫時我們看不到 XZ40 Recharge 可能大家稍微陌生一點點 乃哥 因為你也在研究電動車 你好像對電動車 還投入滿多心力在上面 現在市場這樣子演變 你怎麼看 其實看到這個市場 大家要注意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是什麼你知道嗎 其實價錢不是問題 配備才是問題 續航力才是問題 不然的話 你知道台灣最早 其實進來還有什麼 你上了禮服 大家怎麼可能忘記 但是不能忘記的是什麼 就是里程太少 大概不到300公里的一個續航 所以配備不要吝嗇 價錢不用客氣 有沒有 價錢可以考慮一下 讓它補級更快 那BZ4S呢 等一下我們就來看它囉 這台車創下了一些新的數字 刷新我們的三觀 它也跟Model 3的行銷方法一樣 不是進到展間去看車 而是你透過APP去訂車 那其實短短24分鐘 20來分 它的今年配合就被輸了了 就300台沒有了 那就繼續在開放 那一個小時內 竟然接到了1100張單 然後三個小時1500張 你是不是很離譜了 這台車有什麼厲害之處呢 德哥 咱們敲它一敲吧 有沒有像你當年初戀的感覺 其實有你知道嗎 因為對我來講 它算是一台很特別的TOYOTA 我們知道其實TOYOTA 它的電氣化部門 從1992就開始 這一台車呢 等於累積了30年的功力 打造出你唯一能夠買到的 第一款BZ電動車 那這台車呢 其實我覺得它的樣子 看起來很討慮 你會覺得它跟你傳統那種 相對比較單調的TOYOTA不一樣 整個山條都這樣彎彎彎 你有感覺嗎 台語怎麼彎彎彎 這彎彎彎彎彎 對 我跟你講 你知道光看到它的車頭 你會覺得就一個字 兇 兇 對 而且它沒有原本 傳統燃油車的那種 大面積的水箱物質 因為它需要撞風 可是我是電動車 對 所以整個包起來 你會覺得 其實這樣看起來 車頭很低延 但是又充滿了未來感 尤其你知道它的引擎蓋 其實也是有學問 應該說馬達蓋 那邊會比較馬達 你知道它這邊就是比較平 所以你坐在裡面的視野會比較好 超好的開過 對 再來你破風前進的時候 它又可以老流 然後這一塊 防刮材質 你給它打到大力幹嘛 它防刮沒關係 這個防刮材質呢 它不只是防刮 因為你這樣跟車太近的時候 會有石頭彈跳 它會直接彈開 再來遠近燈的LED 你看這個炯炯有神 對 那走到側面呢 我覺得是跑旅風最濃郁的感覺 為什麼 因為它前後葉子板爆龜 對 然後它又用防刮材質弄起來 大塊的 對 你仔細看它的那個線條 我覺得其實很 烏烏的那種風格 烏烏喔 對 等一下統哥來又跟我說 這個要改 那要改 先把冷氣又改大一點 冷氣是一定要改 如果你走視覺系的話 它原廠的18吋真的 看起來有點太小 對 但是講到輪圈其實它有學問 你知道 它其實是很高 但是它是導流的 是耶 你看它 因為它畢竟電動車 它還是以前能為主 所以它配給你的也是節能胎 節能胎缺點當然就是 你手的時候它會冒冒冒 但是它相對就比較耐磨 然後也可以比較節省 是你開得比較狠吧 我開都沒有冒冒冒 是什麼 銀婷姐開要冒冒冒冒 的時候只有一個狀況 我是正常老百姓的開法 你那個不正常人的開法 沒有 因為它的底盤真的很棒 ETMGA它是前脈蛙層 後雙A倍 可是它那個底盤的服貼性超好 另外就是因為它是電動車 它電池在底板下面 對 所以它相較之下 會比傳統的TOYOTA的SUV 重心更低 對 然後配重也會比傳統的TOYOTA 要來得更好 其實那感覺很強烈 對 而且你知道 它的那個懸吊的阻尼 你很難講說它是舒適 或是它是硬朗 因為我覺得它算是Q彈 就是你在市區的時候遇到震動 你不會覺得它跳動得很不舒服 沒有那麼大 但是你在跑山路的時候 那個支撐性再加上低重心 它的懸吊的側傾抑制很好 所以你就會增添你的駕馭信心 對 好 充電孔在這裡 對 按一下 打開 打開對不對 你如果是家裡煙沖開第一顆刀 你如果是要塗到CCS1快充 兩個刀打開 對不對 而且它的公布的數值 這個充保電它可以跑625公里 但是我要講喔 這是測試數據 因為就跟我們油車一樣 你的駕駛模式不一樣 你的行車店 如果是你開的話 就可能比較少 可能四百 看起來 看起來六百 但如果我開搞不好 會優於626公里嗎 可能營營姐開一開的時候 下來推 有機會 開到沒電 對 這個就是依照駕駛人的習慣 習慣它會去調整 對 但是能源局測出了626公里 對 算是蠻厲害的 那測測這裡呢 因為我們就講說 因為它是一台休旅車 它要出去 出油 出油的時候 對 這裡也是防刮 防刮材質 我們今天特地為了錄這一台 出來出油 你看 我們也有蟲鳴 鳥叫 而且深呼吸的時候 還有聞到草香味 而且講到車尾呢 我覺得它算是Toyota 在設計感這一塊 最講究的車型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後老流 除了大以外 它中間樓空的 對 它是封的 對 而且它沒有後雨刷 它只能低斜的後檔一大片 它藉由風壓 把你後檔的髒汙給帶掉 所以直接帶掉 對 而且你知道 連貫式的尾燈 尾燈上面還有一片小壓尾 所以我覺得在跑旅的氛圍營造上 車尾的比重其實更高 其實它可以腳踢尾門 你也可以用按的 然後電動車 所以要超平整的 可以裝兩個夜明的 可能要折或切 直接放 可能沒辦法放到兩個 對 但其實行李箱 如果你用平常的燈金箱來放的話 我覺得四個應該放得了 對 而且它還有 它可以把你的充電裝置放在這裡 因為負一包 這包是燈 這包叫做電燈 要給你搶電 待會再把它整理 為什麼被你弄了 就猜猜而已 待會再把你放回去 打平之後 因為如果你有在開RAFOR 你就知道 休旅車很方便 然後它的開口卻格外的大 然後又很平整 因為是電動車 那我們接下來要進到車內來看看 我跟你講我其實超喜歡它的儀表 因為它的儀表那個戰鬥感真的很棒 我覺得是很未來 就是戰鬥機的模式 它這樣設計有幾個功能 就是它等於可以取代抬頭顯示器 你這樣開車雙手握著方向盤 就是那個直覺感很好 而且以我的高度 方向盤跟儀表的對應位置剛剛好 而且小巧的方向盤 為什麼很多人去跑賽車 他都換小方向盤 因為你在轉的時候 那個盤幅小巧你掌握的那個 會更迅速 那中間這個是12.3吋的觸控液晶顯示幕 算大 然後它的儀表板的材質 前面這裡 你會覺得它就是以環保為訴求 那整台車這樣整個中控台的介面 就會給你一種未來感 而且它用的是 TSS 3.0 那等於該有的配備 然後四十行都五 而且它把你會用到的功能 全部整合在方向盤上面 所以我在開的時候 我覺得整個直覺感很好 而且你知道我們開跑車 你會覺得說 它那個中控台整個很高手 就排檔座很高手 它會有一個環倉的包覆感 那這一台車也一樣 而且你看它中控台這邊 它是一個就是QI充電板 無線充電 你把手機放在這裡的無線充電 它是透明的手機響還會亮 而且你看它的旋鈕式的排檔 就是在操作上呢 你也會覺得很棒 那你打到倒檔 它還有環景的攝影 就是整個感覺 然後一按就是N檔 整個感覺會讓你覺得是科技 是耳目一新 那除了這些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因為電動車它沒有引擎跟變速箱的牽掛 所以它在防火牆的部分 它不用像過去要預留空間 所以這一台車它的軸距 已經逼近了2米9 而且它平整式的底板 然後讓座倉的底盤 底板也看起來比較 對 而且它是後座 它中間不會隆起 所以你後面如果要坐衣服的人 坐中間的人 它也不會覺得卡卡 不會覺得好像是採權梳爾才坐中間 對 而且當然像雙前座 它還有電熱的功能 像影響節冷帖 怕冷 冬天怕冷 你就把它切掉 它就會電熱 你就會覺得 坐起來整個人很舒適 方向盤也可以 對 方向盤也可以 就是在冬天的時候 其實還蠻好用的 現在是變 現在稍微軟 你的手有點冰 現在三十幾度 你又開電熱我的中山 你的手有點冰 對 但是我覺得它的鋪陳 是讓你覺得 不是那麼的Toyota是真的 然後我這個 就沒有手套箱了 因為你的東西要放到這 對 因為它雙層 而且你看它這個打開後面 這個扶手 它的置物空間也蠻大 就是以男生來講 長頰丟進去都沒問題 對 另外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開修理車場 是它在家人 在長輩 所以其實安全非常重要 乃哥 這次TSS 3.0 就是一個很大的賣點 對不對 沒錯 其實這一次 在安全的配備上面 我相信BZ4X是給足了 它現在總共的配備 大概有四十幾項 四十項嘛 那如果我 一項一項的唸出來的話 肯定是來騙通告費 所以我還是唸一下 給大家聽 你不是一項都在騙通告費 我直接講這一次進步的在哪裡 除了它辨識的範圍變大 尤其是入口 行人 還有它在做車道辨識的時候 它連車道旁邊的 比如說樹 或安全島上面的這些物體 它可以辨識出來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不僅是在鏡頭上的增進 還有它運算的這個CPU 也要同時做一個 一樣同樣的提升 除此之外 它的線控一定要更完美 當然電動車比燃油車的 在電池線傳部分的話 它會更直接 所以我覺得在BZ4X上面 你會發現它的這個 安全的輔助系統 更加的符合電動車的一個特性 所以在安全系統方面 我是給很高的一個評價 那很多人都說 電動車有一個很大很大的重點 要討論就是電池 電池很重 所以車子就會比較貼地 然後車子也很重 整個車1.9噸其實算蠻重的 再來就是整個電池 大家也怕說電池會不會容易壞掉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BZ4X的電池 好奇寶寶的衣服又把它拆開來 聽說螺絲超多 手都轉到痠 其實BZ4X所引進到台灣的電池容量 都是71.4度的規格 不論是前驅或是市區版本都是一樣的 但是在前驅版本 它們主要是交由Panasonic松下所代工製作 至於市區雙馬達的形式 它主要是給予寧德時代出品製作的設計 而這樣的設計結構 大部分都是採用帶狀電池的設計 所以對於一些電池的規劃空間來說 當然是相當的好 而且也因為在中間底盤有配置電池的關係 所以周邊結構甚至內部結構 當然也勢必要進行優化強化 所以對於電池本身 它裡面是採用電池元件跟冷卻液機構 是分開的設計 所以避免當你在遭受一些外力撞擊的時候 電池受到擠壓 甚至造成冷卻液跟電池結合 造成可能後續很爆炸期貨等等的可能性 在對於電池控温方面 BZ4X的功夫也下的相當深 而且先前像是頂過US310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冷卻機構是採用冷媒 就俗稱冷氣去吹涼它的設計 但是這樣子的控溫機構其實不算是太出色 所以BZ4X這部新世代的電動車 它則是導入了水冷形式 它在每一個電池模組下面 都有一個溫控機構 它可以去偵測每一個電池模組的 電壓、溫度、工作狀態等等的方式 來進行每一顆電池的溫度進行調整 而且也因為有水冷機構關係 所以即便你今天是在天寒地凍的狀態 它一樣可以利用水升溫比較快的優勢 讓你的電池的工作溫度 盡量趕快到正常工作的狀態 視線再往左邊看過去 因為發現在側群兩端的地方 它有一個像是蜂巢狀的一些鋁合金的結構 它是當你在車輛遭受側面撞擊的時候 它是一個緩衝機構 它可以讓力量可以因此分散 不要那麼直接的撞擊力道 就直接衝擊到電池本身 而對於電池本身外面的框架 它當然也有進行詳細的規劃保護 所以可以讓你在行駛的時候 即便遭受到一些不側身撞擊的時候 都可以確保到車內乘客的安全 乃哥你怎麼看這一次它這顆電池的鋪陳 對啊 身為有打造過電動車的我 對這顆電池我可以說 剛剛一開始我說 這個BZ4S有一些黑科技 其實就藏在這顆電池裡面 為什麼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日本車沒有在強調 我要追逐高的這個容量的這個電池 原因在哪裡 其實我們可以剛剛一幅拆開來看完之後 你可以發現它在模組化 電池的模組化 已經做了未來的準備 怎麼看呢 你注意看它的冷熱的這個交換管 也就是說要幫這個電池加熱 溫控的部分 它是做在電池的這個PAC之外 那原因在哪裡呢 代表說這個電池的內部可以用什麼 我可以用未來的固態電池 甚至氫燃料電池 我在不改變我的溫控的這個模組之下 我只要改進電池內部就行 當初風田張男友說 我在開發所有的電動車 都要以10年的使用 我還要保持90%以上的健康度 那這樣子說起來的話 也就是說 其實它沒有再一味的追求 這個電池容量 我要多大 其實以它的這個底盤來說 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並沒有把它塞好塞滿 原因在哪裡呢 因為我相信接下來的超級電池 或者新一代的電池在出來的時候 它就不需要為了新的電池 再去把這個模組化做什麼 二次的更變 所以也就是說 ETMGA文說的這個模組化呢 應用是包括到電池的這個PAC 甚至它的三電系統 Toyota應該不能只說BZ系列而已 應該說以整個Toyota集團來說的話 我覺得它最可怕的就是哪裡 就是它的電池電控科技 那等一下休息一下回來 我們要來看看其他品牌電池 又怎麼做調教呢 還有 統哥怎麼讓這台車開到嘰嘰叫 馬上回來